请数音咨询,寻导时间15分钟 这些,我们请院长 吳院長,請備詢 黃偉,你好,謝謝 這次的1200億的特別預算,我們是舉債 所以在編列預算的方面,我們應該要更加的謹慎 那這裡我想指出幾個問題,第一個就是說 衛生署編列67億的災區預防傳染病的計劃 但是這裡面呢,項目呢,我們可以看到 有買這個疫苗的,打疫苗的,買客流感的快四四季 那這些預算,我想要問就是說,我們編列災區的預算 是因為災區的特殊的需求 那我想要知道就是說,今天我們編列這些預算 是因為災區,所以才會有H1N1的感冒嗎 是因為災區的這個災民,他們太有的疾病嗎 還是說,災區的這個居民呢 因為他們會把它傳染給其他非災區的人 所以我們要編列這樣的預算在這個地方 有這樣的一個事實嗎?沒有 是不是能請慧松署,楊署長說明一下 因為災區的情況,委員都很清楚 災區的情況是,你是要施打這個疫苗 因為災區可能有中心收容所,所以有群聚的問題 你怕他感染,他是優先施打 優先施打不是叫你要編預算 為什麼全台灣的人民,都用公務預算 在編列這個H1N1疫苗或施打的時候 災區的人,要用特別的預算 他們為什麼不能享受公務預算呢? 為什麼他們不能享受公務預算 今天問這個颱風的時候,我要問你這個錢要從哪裡編? 這個剛剛講過了 災區的人他應該跟其他非災區的人一樣來享受國家編列的預算 這個1200億是給災區的人,因為這次的這個災難所產生的需求 這個不是災難產生的需求 他們只是要優先 你還把既流感的這個接種也放到這裡面來 我們再看看這些人數 我們有災民有500萬,有670萬 這個數是怎麼來的?你們到底我們這個災區的災民有多少啊? 我們大概有七八百萬 七八百萬的災民嗎? 因為災民都是只有在屏東,都在高雄啊 今天這個錢是要補助給這些災民的一個特殊需求的這個錢 你把他搶來了,來做這個預算 這個預算他不只是編列給他災區的這個人民的這個需要 還是給別的這個需求 就是說非災區的人的需求也在這裡面啊 這是非常不公平的 不是 人家說道律有道啦 你今天你要手、要湊齁 你不去湊散吃人 還是受害人的這個錢 但是這些錢是要給災民的 他們其他的福利或者是其他的補助 其他的津貼 不是用在疫苗上面 這疫苗是衛生署本來就要 今天沒有颱風你也要給他編列的預算啊 所以今天為什麼不公平啊 對災民不公平啊 你們是搶災民的錢啊 怎麼會是呢 我告訴你 我們有170幾個鄉鎮欸 很幸運 剛好有這個颱風來了 可以這樣講啦 不然他們這個錢從哪裡編我問你 因為你們為什麼會編到這個地方 因為你衛生署沒有算計好嗎 那個葉金川在當署長的時候 他錯估情勢 錯估情勢本來變了總之210億 全世界沒有人可以預估災情耶 沒有辦法預估疫情耶 災情跟疫情都沒有辦法預估耶 就是因為你們錯估疫情 不是你 我說葉金川錯估疫情 本來你們的專家 你們的內部 連世界衛生組織都錯估疫情 沒有啦 全世界都一樣 要做防疫的東西 他不要編列嘛 所以你上來的時候沒有這個錢 只要把一千兩百億的這個 這個特別預算 當成你的小金庫啊 我不夠的錢 我就從這裡拿 從這裡拿到是災民的錢耶 不是全體人民的錢耶 那是沒有災民的錢耶 一百四十幾個相當事情 不合道理 不合道德的事情啦 這個沒有不合道德 好耶 我能夠二二說明一下嗎 這是沒去抽到災苦的錢啦 因爲什麼 我問你啦 因為也沒有人講說災區的錢 就是用花到一千兩百億 啊不要考慮其他的 那是因為包括衛生署提供的 交通部提供的各種需求 我限制體要把它總和起來一千兩百億 今天如果沒有這個災難的時候 我們這個錢要編在哪裡 是那就講到重點啦 重點是有沒有重複去施打 這不是重點重複施打的問題 那一般衛生署也編到二十幾個顯示 災民他會用的補助他其他生活的錢一千兩百的 這個預算應該是國家衛生署要編的錢給他們用的 是另外的一筆錢 或者就是說除了一千兩百億以外 你們應該有六十七億的錢 問題是災民應該的到底都已經編啊 怎麼會去搶災民的錢 這是搶災民的錢嗎 不會 一千兩百億是給災民其他的需求嘛 不是這個疫情的需求 這個疫情的需求是 衛生署或是行政界 本來就要編列給全體人民的錢 所以關鍵是有沒有重複用 沒有的話就沒有問題 不是重複用的問題 是你根本就不可以編到這個地方 不可以這是搶災民的錢 另外不只是搶災民的錢 你還污名化他們 還污名化他們 所以這樣不肯原諒 好 那我再問一下 這個整個災區的重建 環境的清理跟環境的重建 是不是很重要 是 那為什麼 我今天有沒有看到我們的環保署署長 為什麼環保署署長在這個災區重建裡面 我們沒有看到他在這個地方 他扮演的角色為什麼沒有 因為他沒有編列半毛預算 在我們這個災區重建的這個預算裡面 沒有環保署的預算 但是環境清理的預算都有啊 署長 不 部長 我齁 我在十月一日的時候 在委員會質詢 我們的署長說呢 這個漂流木不是廢棄物 漂流木應該自然的在在地虎化 那是各地方政府的事情 但是 今天我們漂流木的問題嚴不嚴重 都處理好了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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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保署有編列經費啊 環保署沒有編列經費 沒有 五億三啊 沒有 我跟你說 他今天講這個漂流木不是廢棄物 二零五年說 不具價值的漂流木 就是視為廢棄物來處理啊 也就是說 這是環保署要處理的事情 另外就是說 我們這些會這個漂流木裡面也有屍體 那麼也有一些 漂流在這個漁港啊 海上面啊 或者是農田河流裡面 阻礙一些復根還有船隻的這個運行等等的 所以呢 在這裡面 環保署呢 事實上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角色 那麼這個漂流木呢 並不是一般少數的 在那個 民都立颱風來的時候 大概是 大概不到七萬公分 我講一句啊 他是農委會跟 我知道為什麼不是他們可以做的 我現在就要講嘛 農委會編得一上 編得一一九嘛 但是呢 那事情有沒有處理 沒有嘛 為什麼因為他們沒有這個專業來處理 今天這麼多的漂流木 是 是上那個 敏都立颱風的 大概十五倍這麼多的量啊 並不是地方政府可以處理的 也不是農委會可以來處理的 這是需要有一些專業啦 今天 觀光 觀光屏東就還有五十公噸的 這樣的這個 漂流木在那裡 在9月23號的時候 他們開個會議 不曉得要怎麼來處理這些東西 然後竟然會提出說 要不要就地掩埋或就地燃燒啊 但是掩埋費用很高啊 所以說建議說 用就地來燃燒 那這裡面如果我們 的這個環保署 它發揮它的專業 根據我們的這個 呃 重建條例的二十六條 它是可以出來 來整合這個整個 漂流木的這個處理的 那麼也有專家在報紙上寫了 就是說這些漂流木 如果我們可以用來 給這個環化爐 我們現在環化爐都 沒有東西可以燒啊 還可以拿來發電 因為我們現在環化爐都有一些熱發電的 這樣的一個裝置 可以提供我們許多的電 那為什麼沒有辦法這樣做呢 因為現在農委會處理的狀況 進度還算不差 有些委託地方政府做啊 九月二十三號 那麼也有些造紙廠齁齁 就拿漂流木出去做紙漿的 九月二十三號 還在不知道怎麼處理喔 一個多月下來 你們只編了一億九嘛 但是呢根據這個 屏東縣政府的評估 如果你要就地掩埋的時候 可能就要花到一億八千萬左右 是他們沒有辦法負擔的 所以他們才會建議說 不然就把它燒掉好了 燒掉當然是一件 可能是一件替代的一個方案 但是在哪裡燒 今天環保署有出面 來整合 各個這個不同縣市的這個文化爐 然後呢我們把這些 這個漂流木分散到這些地方去 我們讓它來發電 不是一個好的選擇嗎 黃委員是不是容我能夠說明一下 謝謝這個漂流木的處理 確實這一次啊 到達九十八萬公噸 九十八萬公噸 非常的量非常的大 您剛才提到的 其實我們在九十二十三號 的會議中間 也也有在做環保署方面 怎麼協助在 不管是在掩埋 或者是焚燒 這些都有 那因為它的量 所以現在的結論是什麼 呃現在是 我們用各種不同的方式 以最有效的方式來處理 招掛多元化的 不好意思喔 你講它具體是什麼 有效的多元的 講具體一點怎麼處理 呃除了您剛才提到的 我們去有掩埋 神話 因為它有掩埋場 另外 你現在講這個我就不再聽 因為我知道你答得很含糊 你沒有進入狀況 台東為什麼這個禮拜四 還要排考察 考察什麼 考察漂流木處理的情形 表示你們農委會 沒有把事情處理好嘛 我並不怪你們沒有處理好 因為這不是你們的專業啊 今天這個沒有價值 不計標售價值的漂流木 就視為廢棄物 廢棄物誰來處理 當然是環保署來處理嘛 呃是的 啊你們要叫一個外行的農委會來處理 當然處理不好啊 而且只有編了一一八嘛 是這樣子嘛 一一九啊 這邊是一一九 但是我們以緩計集啊 另外還有一一多 會這個領務局也把它 這個以緩計集拿出來 哪有什麼叫以緩計集 說那你拿好的錢 不是編的日預算裡面的 今天我要講的是說 我們呢寫了一個條例 我們希望把事情做好 但是就有的單位 不願意負責任 我今天特別指出 環保署署長 在整個救災的這個這個重建裡面 他沒有扮演好他應有的角色 他是失職 他甚至還說漂流木不是廢棄物 沒有人講漂流木是廢棄物 我們講的是 不具標價 沒有價值的漂流木 是廢棄物 他就要去管理 他甚至還提到說 美國就是讓他就地腐化 這是什麼樣的環保署署長啊 所以啊院長 今天要把這個事情做好 我想整個環境的重建 永續的這個環境的這個建立 一定是很多的部會大家合作來做 沒有一個部門應該缺席的 在這裡面 竟然沒有環保署的預算 這是覺得非常的不可思議 我相信你應該有一樣的感覺 謝謝黃偉銘的指教 您剛才所提的出於一片的善意 我會在這個質詢結束以後 我會趕快跟沈署長交換意見 看他能不能在現階段 也來協助 他要出來嘛 出來協調嘛 我們的第26條 就授予他這樣的一個權限 就是希望他能夠來整合 因為他最有專業的這樣的一個能力 今天因為是大量的一個廢棄物的問題 而不是小量 小量各個地方政府 或甚至我們說農民會 一些簡單的這個漂流木 他們都可以處理 沒有問題 漂流木的問題的確非常嚴重 所以是不是很短的時間內 並不能處理的很乾淨 沒有沒有錯 但是今天的主管單位 沒有出來整合這個是最大的問題 接下來我想請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有關於我們的重建委員會 有關於我們的重建委員會的這些委員 委員 除了兩位縣長是女性以外 三十七位委員裡面 不到十分之一的委員是女性 我想要請問院長 你有沒有穿裙子騎過腳踏車 沒有嘛 你不了解 女孩子穿裙子騎腳踏車的困境是什麼 同樣的 今天在災區裡面 我們有很多的女性的災民 他們的需求在什麼地方 只有女性的經驗最能夠了解 所以呢 我們事實上在行政院的這個 副全會的指導之下 我們行政院的各個委員會 這已經成內規了 至少都要有三分之一 單一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一啦 但是呢 在這次你們的提名裡面 都沒有看到我們的學者專家 或是甚至相名的代表 看不太遠 死亡 人類都沒有用 好的